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到越南 因为这战争的形态 一开始是中国军队大举进攻 用个成语可以说是头边顿流啊 几十万人马冲过去 那越南一看这个来势很凶 他们绝对没想到邓小平下这么大的决心 不是什么边防部队了 九个野战军恶狼一样扑过去 所以越南为了避免这个有声力量的损失 他们开始是大步这个后撤 把这个有声力量尽量后撤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逃的 中国是追的 这种情况下 所以他们很难抓到中国的俘虏 除非是有人掉队迷路 那反过来讲 中国军队抓越南的这个俘虏就多了 那一方面是他的正规的军人 警察 逃跑当中被俘虏的 包围当中被俘虏的 另外一些就是刚才你讲到的民兵 越南是跟中国相似了 这个全民武装把枪发到边境 所以老百姓甚至老太婆老人都可以拿枪跟你这个作对 所以这种被俘虏的这个非军人也很多 那我后来了解到 在广西有至少有四个战俘营 叫俘虏所 那么其中军官集中在百色 应该念博色 就是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那个地方 百色是一个对西方媒体开放的一个关押 主要关押军官的一个俘虏所 第二个就是在南宁东郊的雍宁县 雍宁县我去参观了 这关了一大批 主要是下级军官和警察 边防警察 甚至还有一些民兵 那么另外两个副官手是不对外开放的 一个在广西的天等县 一个在广西的大新县 这两个是不开放的 因为那里一个现役军人都没有 全是抓来的 也算是老百姓 但他们确实是在敌对的状况下抓来的 在真刀真枪的较量中被抓来的 但是从日内瓦协议海牙公约的定义来讲 他们不属于战俘 这所谓战俘是你必须穿着制服在军队编制里面作战的 才能算战俘 所以当年德国军队在苏联的时候就说 游击队员是暴徒 抓的战俘不能随便杀 那游击队员抓的就杀 抓的就杀 严格的说这些人不是战俘 他确实是在敌对的状态下被抓来的 那这些人后来怎么处理的 按照战俘出来的 你听我讲了 这个摆设服管所就很正规的 开放给西方媒体参观 那后来就分批的遣返交换俘虏 那大兴县和天等县那两个地方的人呢 就后来就秘密地送到边境把他们赶走算了 不可能有任何刑罚都不适用于他 教育一番 劝党一番 就把他们在边境上秘密地遣返了 那雍临这个服管所呢 我最了解的 我去参观过 那天刚好是快靠近五一节了 五一节快到了 那个服管所的战俘们在那出黑板报 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这个服管所很特别 他原来是雍临县的党校 党校挤排房子 没有围墙的 那做了战俘营 服管所之后也仍然没有围墙 铁丝网也没有 这个在国际间可能也是一件新鲜事 就没有围墙 没有铁丝网的服管所 大概有几个游动的哨兵在那走来走去 那战俘们一律穿这个深蓝色的这种 像这个类似中山服一样的 那住的是上下两层的床 大概也有好几百人吧 那服管方面跟他讲好了 你在服管所 你的生命安全 你的饮食起居有保障的 但如果你私自逃出去 那对不起了 那被老百姓伤害啊 被追捕的军警打伤 那我们盖部负责 所以他们没有发生任何战俘 企图逃法的事情 那他们 火石油他们自己管 他们当中选派一些会做饭 会炒菜的人 他们给自己做饭 然后每天就是学习 讨论 出强暴 唱歌 我去的时候 他们在唱那个《越南中国》 《越南中国》 《雷连雷 松连松》 《越南中国》 《水连水 山连山》 我看他们在出黑板道 我去打听了一下 居然还有父子俩都关在服管所的 他们都参加了民兵嘛 那所以这个 就是越南方面 我相信被中国拘禁的这个 这个战场上的被俘人员吧 不管他是不是战俘 俘部和战俘定义的 这些被抓的人员是数以千计的 那后来 上集圈还是 有了 上千人肯定有了 在那个天等和大兴的服管所 甚至还有孕妇 他也是在作战中抓回来的 那后来都慢慢就肚子大了 或者只好这两个服管所的人都从边境上把他们驱逐走了 多久啊 关了他们多久时间 都没有超过80年的五一节 先后四次在中越边境有一关前交换战俘 双方交换战俘 有一关前面有一个地方叫做零公里处 那个戒碑 公路戒碑是零 就是中国的公路从这里向北开始延伸 到南宁啊 到什么 我去的时候 那个有您管那个房子 还是有炮弹打的那个洞 不光有炮弹 还有坦克进那个城门洞 被插撞 被撞垮 没有垮 撞伤的痕迹还有 对 这个地方原来叫郑南关 后来叫郑南关 前一提的吧 先叫郑南关 后来叫木南关 木南关 最后改成友谊关 三亿齐名了 那出了友谊关 前面一段还是中国领土 再走这个几百公尺 就有一道线 一个戒碑 一个里程碑 写这个零字 那就是所谓新闻里说的零公里处 我都忘了 是不是有一个小铁路 还是没有铁路啊 铁路到平祥 那就 平祥是吗 对不对 平祥是 那越南的铁轨是窄轨 在那里要换轨的 对对对 我们的火车开不过去的 之所以陈毅这里的提词是一个什么道理啊 陈毅外交部长啊 这个木林友好肯定是跟他分不开的嘛 外交部长提自然的事情 那我们回到刚才战俘的这个情况 就是中国的战俘的情况大概是有多少 中国被俘的人员 就是现役军人呢 大概是248个 那么其中有202个是在同一个单位 同一个营的 就是五十军 一五零师 四十八团二营 这个营在战争的末尾阶段 被人家成批的这个俘虏 在五十军出世之前 越南人手里的战俘只有区区的四五十个人 因为他们开始是大踏步撤队嘛 那个中国是追的一方 那他们很难抓到中国的战俘 那到后来战争末尾了 他们觉得将来总是要交换战俘的 他们知道自己有很多人在中国手里 那一交换岂不是很难看 所以他们就开始就 袭扰这个回撤的中国军队 尽量多抓一些掉队的啦 受伤的啦 结果这个时候 五十军一五零师四十八团 给人家包抄了 白白的送去了两百多人 所以这个中国被俘人员 一下增加到两百四十八人 那么这些人在越南的遭遇也很惨了 这个我听说一个姓张的一个战士 受伤的 他们被关 他和他的战友被关在一个体育场 露天体育场的看台底下 本来用来堆放那些体育器材的 把他们关在看台底下 那很低嘛 对 然后他们晚上要拉肚子了 也不让出去 就拉在裤子里面 臭气熏天 而且晚上还把个人的脚啊 用铁链 酸的一块 不让你们逃跑 有些地方把被俘的中国军人 拉到村庄里面 让老百姓来打 这个吐口水了 这个打了 哪里受伤 专门打哪里 这是侵略者 让全村来打 那么军官呢 被俘的军官 基本上都被送到海防 越南有个海港嘛 叫海防 在海防市 他们也举行了招待会 他们让这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记者 当年很奇怪 中国这边开放参观的都是西方的记者 美联社了 法新社了 共同社了 越南那边开放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 苏联的 波兰的 东德了 那么 在海防的福管所里面 有一次记者会 我记得 那个四四八团二营的一个连长 叫李和平 还在记者会上说 我在越南受到了良好的人道主义待遇 那他就是当年 主张全联放下武器投降的那个人 后来他被判了15年徒刑 回国以后 跟他搭档的指导员叫冯征敏 也被判刑 那我们被俘的200多人里面职务最高的是 四四八团的参谋长 那么他就是当年 被部分部队被围困之后 也跟这个师团 两级这个指挥师务有关了 一会儿叫他们 叫八连去救这个七连 一会儿又说 不行了 没有退路了 把电台也砸毁了 并马也烧了 最后甚至 叫大家分散突围 就有点像 多少年前朝鲜战争 那个六四军一八零四一样 最后大家分散突围 完全没有组织的 大家自寻生路 在这个情况下 很多人被越南人俘虏了 所以后来五十军的副军长被撤职了 师团军官都很多被追责 团参谋长 就是说他指挥师大 也判得行好像 至少是被开除军级开除打击了 那么这些人 后来 在友谊关前 经过四次的双方交换俘虏 这些人回来以后 都到了这个 都到了南宁郊外的无需机场 住在机场里面 然后就开始背靠背的来 来交代自己的情况 我讲和平 据我所知 和平在敌人手里是怎么怎么样 和平就讲李大林在敌人手里 怎么怎么样 背靠背的 不叫揭发吧 就叫交代 那是不是所有的后来都是相当不好 那比起朝鲜战争 金门战役的战俘 他们已经是 可以了以庆幸了 就是处分没有那么严厉了 这个 如果被确定在被俘之前 被俘的时候 有这个便捷行为的 那当然要 最严厉的就是两个人 连长指导员被判刑 其他的 开除党籍 开除军籍 开除团籍 或者是 降级使用都有 但是 没有像 朝鲜战争归来的人员 那么悲惨的遭遇了 我记得有一个 四十二军 一个坦克兵 就去年的事嘛 现在讲前年了 还在凤凰卫视的节目里 出来现身说法 讲我怎么被俘 我怎么样 这个 回到家 没有受到歧视啊 这个生活还照常 甚至还有继续留队服役的 有些战士 服役期美满的 本人愿意留下 经过审查 在被服期间 没有什么便捷行为 继续服役都有 那 有些干部被开除党籍 也有些是没有开除 给个警告处分的 这个 这个 处置上的 这个 这个 宽容的程度 比 比过去什么 朝鲜战争 金门战役 要 宽容的多了 嗯 你刚才讲的在 平翔 有您管那个地方 进行交接是 那很精彩 很精彩 你能不能把那个 细节讲一讲 怎么安排 比如说 人数是不是一样啊 当然一样 对 刚才讲的 越南 在我们的手里的 被俘人员有这个 上千人嘛 那中国在他手里 就两百四十八人嘛 那 有一天我在前纸的 值班 是你值班 我们叫大轮班 要值班 那总政联络部 打了电话 问您 值班员的姓名 职务 就说 啊 过两天要举行换服 第一批换服 所以你要通知 部队 在友谊官的官楼上 准备两条大标语 我一字一句抄下来 还要复述 一条是 热烈欢迎 回归的同志们 回到祖国的怀抱 对 第二条是 向回归的同志 表示亲切的慰问 那两条标语 后来就 就是我 他念我抄 当时还没有这个 没有传真记 这些东西 嗯 他念我抄 然后叫我复述一遍 啊 没有错了 那我就 写成个电话记录稿 交给这个 嗯 宋宽文将军看 后来果然就 造了两条大标语 挂在友谊官的官楼上 那么 第一次换服是 我相信是四月份 打完不久就换了 嗯 那么 那双方约定在友谊官前 林宫里处 都交换 所以 由双方的红十字会人员出面 这是 据我了解的都是军人 穿个白大褂 戴个红十字绣标 就算红十字会的人员了 哈哈哈 然后 双方就把桌子 拼到那个 林宫里处那个分界线那里 大家各班各的一拼 一拼过来 中国的桌子 比越南的桌子高很多 越南一看 这有损国格 赶快找石头垫 一定要把它垫平 这是一个 有趣的 镜头 中国也许是 故意搞个 腿高一点的桌子 把它比下去 越南一看 比你矮半截 不行 赶紧拿石头垫 然后 喝茶 当时还没有可乐这些东西了 那中国就喝那个 比较好的城堡汽水啊 越南就喝茶 嗯 好像也觉得 有点 有点 低规格吧 然后 草草嚷嚷一番 终于换服开始了 那么 第一批战俘呢 中国和 越南那边的军阶 就是 负责人是什么级别的 都不知道 都说是红石智慧人员 哦 就是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级别 我们这边是 军区 作战部 情报部 联络部 干部部的人都在场了 嗯 你刚才讲的联络部 联络部这个机构也比较神秘 你所了解的 联络部就是 从前战争年代叫敌工部嘛 对 就是测反敌军 收集这个战场情报 就是属于政治部系统的 司令部系统的就是情报部了 嗯 各有分工 过去叫敌工部嘛 对 但是好像 让联络部也办一些情报工作 有 那你测反的话 你没有情报怎么测反了 嗯 那么第一是 越南的 用卡车把中国的被俘人员 拉到这个 同当小镇 离这个边境不远的地方 一个隐蔽的地方 停下来 我提供的照片 有一张就是 就是在友谊关前 两国分界线走到最后了 就一条 红白双剑的横杆 嗯 我提供的照片有的 那个地方就是 呃 最后的分界线了 嗯 那当年这个 一部分 百万大军当中 一部分就从这里冲 嗯 就杀进越南的 不是百万的 几十万大军 那么 越南把这战俘 中国战俘 卡车 停在那个地方 然后下车 下车这个 排好队 嗯 点好 照好花名册 就把他们余罐带过来 交给中方的人员来点验 那么这些被俘的人 大概第一批只有十来个人吧 他们一 他们已经有默契了 一跨过那个 双方的交界线 他们就把身上的衣服 全部扔掉 扔到地上 越南给他发的衣服 帽子全部扔 就穿个裤头走过来 这有点 学这个 朝鲜战争中被俘的 中国志愿军也是这样的 一回到自己的怀 自己人的怀抱 就把 就把美国人发的衣服扔 嗯 这个 这批战俘也一样 把衣服都扔的脱了 嗯 那就表示不止了 嗯 那也是原来的军装吗 普通的衣服 类似军装 他们扔的一地都是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